楼上住了个亭野的男人 如旷野裂风勾认心仰 在我再一次敲开他的门后 他玩味勾纯 别忙了 搬来一起住 一 天花板直直压压响个每晚 我再次被吵醒 这已经是第五天了 木构造的老房子 隔音效果细微 楼上每晚都会闹出特别大的声音 且持续到深夜 我被这声音吵得连续失眠 精神都恍惚了 夜里寂静 我睁着眼睛感受着震颤的天花板 伸手从床头柜上摸到烟壳和打火机 安静地给自己点了根烟 眯着眼睛数着时间 虽然我睡不着 但中途打断人家的兴致 似乎也不太妥当 我已经抽了半包烟 楼上才逐渐演其息骨 摸过手机一看 好家伙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我很想夸他真棒 但揉了揉因为失眠酸胀的太阳穴 我还是决定上楼敲门 十分钟后 我站在暗沉的狭小走廊 伸手敲了敲门 里面很安静 久久没人来用门 我靠在他家门对面的墙壁上 缓缓点了根烟 极有耐心地等着 一个烟没有抽完 门开了 烟雾熏得我眼睛酸涩 我眯着眼看过去 走廊里没有火光 刚洗完澡的男人穿着宽松的军绿色短袖上衣 身姿挺拔 露出两截赤膊 微沾着水汽 我眯着眼视线上衣 在半明半暗的灯火里 依心能看清男人轮廓疏冷 眉目深邃 有事 声音也很好听 自带雌性 虽然很冷淡 我胆了胆烟灰 慢声开口 大哥 年轻人血气方刚是好事 但已请照顾一下楼下一个人睡觉的朋友 文言 他醋了醋眉 对 那个朋友就是我 我不自觉轻笑 这楼太破 没什么隔音效果 我已经失眠五天了 对面的男人冷漠的挑眉 和我有什么关系 听听 这么冷冰冰的话 是能从刚才还炙热如火的男人嘴里说出来的 大哥 讲讲道理 我圈起唇慢悠悠吐出一团烟圈 你不能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吧 对 我很痛苦 抓心脑肺 男人身非的眼中有些不耐烦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要这样 那就真没意思了 我的脾气并不好 见对方装傻冲冷 我的耐心耗尽 他抿着唇 跟看傻逼似的看着我 我就这吐出的烟雾冷笑 你是真没品 昏光里 男人冷硬的轮廓染上一抹阴沉 不说话 灵力低人 突然 他的身后探出来一颗光溜溜的脑袋 五大三粗的汉子善善地对我笑 小姐姐 对不起啊 这事和真哥没关系 我有点茫然 男人像是意识到什么 冷冷地瞥向光头 你带女人来我家了 二 光头瑟瑟发抖 陪着笑 小只这几天来看我 正好您进山了 所以男人脸色阴沉 周遭的气压瞬间低了 我算是弄明白怎么回事了 真哥 光头讨好的想要解释 滚 男人趁生逼喝 光头缩着壮硕的身板 返回屋里抱着一团皱巴巴的衣服 小可怜般一溜烟跑了 我像看了一出戏 中间无聊地点了第二根烟 光头下楼的脚步生远了 我一抬头 就触到了男人沉冷的眸子 他问 还有事 不应该是你有事 虽说扰民的不是他 但到底也是他的人 站里的还是我 他道歉了 我还凶腻着他笑 我想听你说 他拧着眉 眉目声寒 不搭枪 片刻后 蹦出来三个字 对不起 真好听 我不着调的低笑 他许是从我这语调里 听出了几分轻飘 压着唇角忍耐 我碾面烟蒂 转身下楼时 我又回过头 以后都是邻居了 不介绍一下 他不想和我多说 干脆地报了一个名字 贺征 不等我自我介绍 人直接把门甩上了 挺好 不紧硬 还拽 没了楼上的叫魂声 我终于安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花窗外沉 吸金闪闪 我决定出去走走 民宿的小姑娘 瞧见我打着哈欠 笑着问我 贱叔姐 午饭要吃点什么 番茄炒蛋 你每天吃番茄炒蛋 不腻吗 小姑娘给我上菜时问我 我本来想正经点回她一句 却好巧不巧地 批见从后院出来的男人 突然脑子一抽 不正经地笑道 不腻 我对这玩意和对男人一样 都很专一 番茄炒蛋 是黄的 我喜欢的男人 也终得带点黄 恩 很贴切了 喝着目不斜式地从旁边经过 我撑着下巴看着她的背影 风和我一样不正经 从她的领口钻入 鼓鼓郎郎地撩着她上一下坚硬的身躯 我有点心痒痒 想自己是那阵风 三 见书姐 人走远了 小姑娘痴痴笑着言语我 我 小姑娘看穿我的小心思 十分友好的和我介绍 贺真哥是我们这儿巡山队的 前阵子大雨 他们的宿舍坍塌 正 就在我这租住一段时间 见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她又叙叙叨叨地说 我听队里的其他哥哥说 贺真哥可厉害了 哪厉害 我含笑扬眉 小姑娘也是个心思活络的 一看我这表情就知道我没什么好想法 红着脸撑骂 哎呀剑叔姐 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我说贺真哥厉害 是他很勤快能干 人低调 又有文化 不像队里其他人 都是些五大三粗大大咧咧的毛汉 他不是你这里的人 不是 小姑娘摇头 他想了想说 大概五年多以前来的 一看就是挺厉害的城里人 说着 小姑娘也放几嘀咕来 也不知道我们这个穷乡屁壤什么吸引到他了 他不仅到苦巴巴的寻山队工作 还自发拉了一支救援队 山里头有人被困住了 他都是第一个带头去救人的 我听着 应和道 恩 大好人 那当然 贺真哥是个好人 小姑娘画风一转 剑叔姐 你一定也是个很厉害的人 我 我逗他 我这德行 你都能看出厉害之处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你跳舞好好看 小姑娘露出一脸羡慕的表情 我以前也喜欢跳舞来的 但家里穷 书都读不上几年 更别想学跳舞了 我默默听着 不知道怎么接话 半晌 他怯怯地问我 剑叔姐 你能教教我吗 我脸上的笑意逐渐淡去 偏头看向一侧 我不会跳舞 小姑娘不信 但见我脸色不好 也没敢再说话 回到房间 想起小姑娘的话 我心念微动 拧着指尖做出起舞的动作 马上便又僵住了 敞开的花窗有阳光洒进来 我明明站在阳光下 却觉得手脚冰凉 举高的手在不断颤抖 我心烦气躁地冲进狭小的浴室 打开水龙头 捧着冷屎不断往脸上扑 再抬起头 镜子里的女人 发丝凌乱脸色苍白 透着一股阴沉沉的死气 我憎恶地盯着她看 没忍住心中的躁遇 一拳垂向镜子里的人 鲜血淋漓模糊了镜面 我弯唇讥笑 林剑叔 你真是个废物 四 半夜 我迷迷糊糊地醒来 浴室里滴滴答答的水声 在夜里无限放大 诡异地烦人 本以为是水龙头没关紧 去看了一眼才发现 是楼上漏水了 细密的水滴从木制天花板伸出 膨胀到极致 一滴滴往下掉 我站着看了一会儿 才不紧不慢地上楼敲门 贺真竟然还没睡 抬着下河瞥了我一眼 冷漠问 又有事 大半夜敲一个男人的门 似乎有点眼人遐想的异味 他抗拒的表情十分明显 我无奈地抬手指了指天花板 你家浴室漏水 吵得我睡不着 这一个动作 他就看到了我用纱布随意裹着的手 没怎么处理过 纱布上身出来烟红的血迹 多少有点可怖 我察觉到他的目光 下意识地便把手藏在身后 许时伤口发炎了 我人都有点烧起来的趋势 哑声道 你去处理一下吧 贺真收回视线 嗓印倦懒 太晚了 明天 我有气无力翻了他一眼 那你让我睡哪儿 这话一出 我就生了坏心思 吊着眉梢神笑 睡你床上 其实我想说的是 和你睡 奈何碰上他清冷的神情 又活生生拐了一个弯 贺真拧起眉头 也为勾着邪气的讥笑 怎么不直接睡我怀里 这又冷漠又闷骚的调调 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心 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点头 我是没有意见的 贺真拿眼睛斜着我 低冷地哼笑了声 在让我睡他床上 还是直接睡他怀里之间 他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他选择去修水馆 哎 我叹气表达自己的失望 贺真懒得理我 去我的房间浴室查看 一进门我就发现 他率先看向了洗手池 上方稀碎的镜子 碎玻璃还没来得及清理 沾着血 他似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眼底掠过一丝冷色 很快便又一开了视线 在查看了漏水的地方后 他冷淡开口 水管老化 裂开了 我已在门口 他侧着身体抬手去勾天花板的时候 上一遍往上扯 尽瘦的腰线一寸寸凸显 六块腹肌漂亮的眼 人欲线没入酷线 好看吗 贺真的声音明明很低纯 又十分冷感 我没有被抓包的羞耻 反而认真的点头 恩 相当不错 贺真扯了扯一脚 不慎耐烦 得重新买一截水管 这么晚买不到了 只能明天 说完 越过我直接走人 一点让我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人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怎么办 妥协呗 妥协的结果也很突出 我直接失眠一整晚 而且 人真的烧了起来 高烧烧得我心肝脾肺都灼热无比 手发炎溃烂疼的直戳神经 要是王若尔在 指定的诺不可遏地训我 他常说 林剑叔 你知道手对于一个舞蹈家意味着什么吗 他比例更重要 想到这 我嘴角扯了扯 清朝 我偏不相信 没了这只手 我就活不了了吗 陈光鞋洒入屋内 有人敲响我的房门 拉开门 民宿的小姑娘站在外头 她身后两不开外 贺征提着工具箱酷酷地站在那 五 小姑娘看见我直接吓了一跳 剑叔姐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彻夜没睡 再加上病着 我猜此刻我的脸丑都没法看 没睡好 我样样应声 转身往回走 进来吧 小姑娘跟在我身后 十分不安地道歉 对不起啊 这房子太老了 经常出现问题 我难受得不想说话 没事 这地方 也就他一家像样的民宿 其他的地方更破 我连嫌弃都没资格 小姑娘和我说话间 贺政已经进了浴室 此时门外有房客在叫人 小姑娘匆匆跑了出去 听着里头空荡作响 我强撑起精神挪到浴室 以着强点了根烟 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忙活 他半蹲着找工具 低下头时领口微长 凸起的锁骨配上麦色的肌肤 就很性感 我深吸了一口烟 看见他飘来的目光寒意逼人 不是我要看的 我很诚恳地解释 眼睛不听使唤 贺针唇角抿成一条直线 面无表情地站直身体 出去 我这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盼你 你非让我去干的事 我偏不干 你好好说话 我指不定能听 我轻轻扬了扬眉梢 笑吟吟地站着不动 贺针压了压眼俭 脸上浮现一丝若有若无的坏笑 强烈的不祥欲赶向我袭来 扑斥一声 贺针抬手粗暴地拧出 我头顶斜边的一节水管 盘射出来的激流瞬间 就给我浇了一个透心凉 指尖的半截烟呲拉灭了 我像是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落汤鸡 一样愣在原地 贺针抱着手臂靠在里面的角落 狭长的眼尾上翘着笑 有点坏 我好心提醒过你 我 我没什么表情地长出一声 又淡定地从洗漱台上拿过烟盒 抽出一根烟 头发湿漉漉地 一滴头烟也就湿一截 我点了几次火才点着 贺针就静静地瞧着我 我狠狠抽了一口 抬眸沉静地望向他 尸身的我好看吗 贺针唇角的笑意一下子就凝制住了 撇头看向一侧 挤出三个字 有毛病 贺 我轻声喝笑 吐出一个漂亮的烟圈 你这人其实挺坏的 我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 又轻 这话说出口 便多了几分的低雅撩人 像调情 贺针脸去坏笑 黑着脸 不愿意搭理我 我自觉无趣 身体烧着 又浇了冷水 此时冷热交加十分难熬 硬撑着淡定转身出了浴室 房间里有男人 我也不好换衣服 索性就穿着实衣服 坐在窗台下玩手机 等着他弄完 信号极差 手机一个页面 得等半天才能刷出来 我逐渐被消磨了耐心 手机一水 坐那发呆 不知过了多久 身后传来从浴室走出的脚步声 我回头 贺针拧着没再看我 情绪不明 这么看我做什么 我歪着头轻笑 不走 想留在这看我换衣服 六 修好了 贺针冷淡告知 走了 我眼去嘴角笑意 换了干净的衣服 没有出门的欲望 索性爬上床继续睡觉 傍晚 小姑娘来敲门 贱叔姐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我叹了声爬起来 嗓子干得难耐 我没事 小姑娘隔着门 不确定地问 真的没事吗 恩 她在门外站了一会儿 临走前还盯住我 那你有什么事就去前台找我 今晚我职业班 我不想否认 这一瞬间 我的心头有一丝暖意略过 晚上八点 人烧得迷迷糊糊 还饿得不行 我只能用着头皮去前台找小姑娘 还有番茄炒蛋吗 小姑娘看我这要生不死的样子 伸手来探我额头 一碰到我 手立刻缩了回去 你怎么烫得这么厉害 她急得小脸赤红 你情况太严重了 得去医院 我没来得及说话 她都要急哭了 怎么办啊 这里到医院的几十里路 我没有车 没事 我就是饿了 我无力地趴在破旧的收音台上 想安慰她几句 开口都累 不行的 小姑娘手忙脚乱地找手机 我给杨杨打电话 他们队里有车 问问她能不能来一趟 杨杨就是那个常来民宿帮忙的小伙子 她的小男友 两人都有点害羞 我每每看见他们避着人偷偷眉目传情时 总能感受到纯纯的恋爱 挺美好 让人打心眼里欢喜 她电话已经拨出去 屋里信号差 她直接跑到门口去 很快 她就回来了 见书姐 杨杨马上就来 她把手机揣回兜里 扶着我往门口走 我在拒绝似乎不合时宜 看了看她 想说什么又开不了口 车灯字节尾亮起 小姑娘激动地说 见书姐 她来了 我努力睁着眼睛去看 车灯晃得我眼睛难受 车胎撵过泥土的 尘土在灯光里飞舞 能变出是一辆黑色的月影 小姑娘朝着车的方向挥手 车停在跟前 我诧异地看见开车的人 竟然是贺征 她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斜烟扫了我一眼 没说话 杨杨从副驾驶座跳下来 快上车 她搭了一把手 同小姑娘一起把我扶上后座 我是真的栽了 平时嘴那么欠 这会儿上了车 连和人打招呼的精神器都没有 靠着小姑娘沉沉地闭上眼睛 夜里山路不好走 贺征车开得已经很晚 是免不了有些颠簸 我没能睡着 听见小姑娘和杨杨在小声聊天 怎么贺征哥也来了 小姑娘问 队长不放心我夜里走山路 就陪我一起来了 少年在心爱的女孩面前 总是有很强的表现欲望 她又悄悄地补充一句 其实我开车技术很好的 队长明明也知道 她还是不放心 七 小姑娘很体贴地照顾男友的感受 你很棒的 是贺征哥人好 我闭着眼睛脑海里闪过贺征那张冷淡的脸 莫名有了异样的异味 一个多小时后 我躺在病床上 一只手挂上点滴 一只手等待被处理 输了夜 人也清爽了一些 年轻的女护士一边替我的伤口消毒上药 一边念叨我 这么好看的一只手 也不知道好好珍惜 伤口这么深 指定是要留疤的 小姑娘比我还紧张 明月姐姐 有没有办法不留疤啊 原来她们认识的啊 我继续安心睡觉 闭着眼睛都能感觉到叫明月的护士白了我一眼 没有办法 她自己都不怕 你怕什么 姑娘典型的嘴硬心软 小声嘀咕道 伤口很深 发炎流浓成这样 能疼死人 你看她坑都不坑一声 百明就没想珍惜自己的 我小声抗议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胡说 哼 明月冷笑 那你就是硬骨头 这我倒是承认 就没有争辩了 她替我包扎好伤口 叮嘱了一两句就走了 输液的过程无聊至极 我俩只手都不能动 手机玩不了 睡也睡不着 百无聊赖地四处看 这小镇子上的医院 其实也很小 前后两座两层的楼房 中间有个院子宫廷车 我很轻易就能锁住了 站在车旁赫征的身影 夜里星子稀疏 院里树木拖着长长的影子 她立在暗影里 清淡的气质比也风冷 方才给我上药凶巴巴的明月小护士 这会儿正温柔娇俏和她面对面站着 她柔软的唇盼一开一合 说着某些韵耳的话 贺征侧身 从车里的置物箱里摸出烟壳和打火机 低头点烟 又丢回车内 她吸了口 烟头火星跳动 我隐约瞅见她宁紧的眉梢 贺 不解风情的家伙 小姑娘见我看着窗外顺着我的视线看出去 无端地开口解释 贺征哥他们的工作比较危险 经常受伤 时间长了 和明月姐姐就成朋友了 我有点好笑地问 为什么要和我解释 小姑娘哑口无言 抓了抓耳朵 不好意思地笑道 你和贺征哥哥站一块和别人不一样 鬼扯 我善笑 她都不带正眼瞧我的 关于贺征反感我这事是有迹可循的 第一次敲她家的门冤枉她 第二次敲她的门调戏她 修水管 我还把人身体给看了 恩 怎么算 她反感我都是情有可原的 谁会瞧得上一个不正经的女人 我错过身体不再看窗外的两个人 煎熬地等着点滴结束 到第三瓶时 小姑娘和杨阳都已经困得不行 在我在三岁座下 他们才跑到车里休息 后半夜 病房里更加安静 我睁着眼睛虚无地看着空气时 贺征进来了 并敢退去 这会儿我恢复了理智 面对她 有种难以言语的尴尬和狼狈 贺征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坐下 随意敞着腿 双手撑在膝盖上 她经过身体看我 脸上表情淡淡 气势却破人 八 想说什么 我预感她不会有什么好话 两件事 她清扯唇线 冷淡一声 我为早上的事向你抱歉 我努力想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她说的是故意使坏 让水把我淋湿的事 我不在意地催促她 直接说第二件 贺征微深了深目光 神色严厉地素冷 林小姐 你是小蛮的房客 如果你出了点什么意外 她会首先担责 我一脸平静地看着她 她没说完 我就没接话 她紧紧盯着我 毫不留情 你不珍惜自己 没人管得着 但你别霍霍人家 对不起啊 我轻声一看目光 盯着正对面墙上的灯管 盯得时间长了 只觉那团灯光爆裂开来 眼中茫白一片 贺大队长 其实你不用刻意来提醒我 我无声弯了弯唇脚 我这人挺怕给人制造麻烦的 让人给我收拾这种声 不会发声的 或许贺正这番言论与我而言是冷漠的 但她关心自己人没有错 我侧过头冲她笑道 放心吧 我喜欢浪漫一点的死法 窝囊地缩在一个小房间里死去 总会被人发现腐烂的尸体 既不哑观 也不浪漫 余光里 贺正周身笼罩光 下河微台 修长的脖梗突起形状漂亮的喉间 趁着脉色肌肤 有种粗利的性感 我心一热 趣味的咬唇 屁如 贺正抬着绷紧的下河 喜耳光听的冷漠姿态 死在你的身上 林剑书 贺正眉心压不住的突突 沉声训斥 你能不能收连点 我 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啊 我直接忽略掉她后半句 她看起来是真动了气 站起来居高冷冷地瞪着我 我坦坦荡荡地回视她 我就举了个例子而已 顿了顿 我无辜地眨了眨眼 用和她探讨的语气 难道你不觉得那种死法很浪漫 砰 贺正踢开旁边的椅子 黑着连走了 火大了 我愿愿地弯了唇角 撕开她那骨子冷漠近 就是特有成就感 夜里真是安静呀 静得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有什么情绪在疯狂叫嚣 压都压不住 我想 我真有点喜欢她了 九 那天从医院回来后 贺正更加不待见我了 民宿里养了一条叫步步的狼犬 个头很大 瞧着凶猛 其实性子特温顺 我常在院子里晒太阳 她总喜欢蹭到我脚边躺着 偶尔碰上贺正 她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我 却每一次都会蹲下来 逗步步玩一小会 哎 这男人挺记仇的 在她眼里 我还没有一条狗有吸引力 这天我来了兴趣 趁着她斗着步步的时候 故意扬声喊 老黄 过来 步步摇着尾巴跑过来蹭着我的小腿 我嘚瑟地撸着她的毛 阴言怪气地哄笑 咱不要和小气鬼玩 贺正皱了皱眉 纠正道 她叫步步 我挑眉问她 你再和我说话 我更来劲逗她 行啊 她可以叫步步 不过 贺正腻着光笔直站着 眼窝挺深 面无表情地看人时 总能让人望而生畏 我迎着她的目光 不怕死地舔了舔唇 你叫一声亲爱地听听 林剑说 贺正直接被气笑了 谋色剧冷撇过来 狗都比你像个人 我 日子不温不火地划过 入秋那天 我轻装上山 半山要遇上一个 折返的登山队 好心的队员和我搭话 小姐姐 别上去了 那群人说中午会有大暴雨 风扇了 让我们原路返回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 看到了一道 有点熟悉的鼻挺身影 贺正 人裹着黑色的冲锋衣 极短的黑发 根根嚣张地立着 眉风凛冽 我到了线 继续往上走 贺正正在和旁边的 队员说话 脾气挺暴 拎着上次带女人 到她家的光头后领 就要训人 贺正 我是有些故意 脱长声调的 贺正文言回头 冷瞥了我一眼 你在这里做什么 不等我回话 她姿态颇强硬 下山去 我站在石阶上 仰着头看她 她说话时 抵着冲锋衣边缘的 喉尖滚动 有股说不出的性感味 你怎么在这里 我当作没听见 她前面的话 还往上走了两步 贺正领眉 又开被她乐着的小伙子 回去负重十公里 光头小伙刚露出 劫后余生的欢喜 听到这话 搭来着脑袋脸都白了 还不滚 贺正冷立的目光 在几个小伙子身上飘过 几个人齐齐哆嗦 把腿就往山下跑 转眼就没影了 没听见 贺正转身 居高临下地俯视我 语气极不友善 听见了 我温吞点头 又猛然回味过来什么 你是让我下山去 还是让我滚 我感觉 她一语双关 贺正双手抄进兜里 挑眉 有区别 你他妈 区别大了去了 赶紧走 贺正转身 继续往上走 我哪能听她的话 不紧不慢地跟在她的身后 她不理我 我也不说话 天开始阴沉下来 厚厚的黑云压顶 悬在山头 暴雨将来 贺正终于忍无可忍 跟着我做什么 她属然停下脚步转过身 我低着头没注意 差点就往她的身上撞 急急收住脚步 距离不到一步 男人身姿挺拔 有绝对的身高优势 我未养头看她的眼睛 笑道 我没跟着你呀 我也上山 不行 贺正不耐烦地挑眉 我脸了笑看了看她 又看向她身后通往山顶的路 静默良久 终是没有回对她 转身离开 手臂疏然易紧 我回头 贺正松开手 表情依旧酷酷地 快下雨了 我歪着头 探究的杨眉 危险 等雨停了我送你下去 话说完 也不等我 直接拐进林间坡道 自顾自往深处走 时 我沿着她走过的路往前 颈刻间山雨滚滚打落 狂风呼啸过林间 如有鬼号 等我冲进林间平台 寻山远工作屋 人已经临了个半时 贺正双手插都立在屋檐下 扫了我一眼 很快又一开目光 没说话 我在她旁边找了个位置 没什么讲究的盘腿 坐在地板上 暴雨滂沱 盲白的水雾飞溅进眼下 贺正终于舍得开口 进去 不好吧 我没动 轻笑道 孤男寡女的 我怕 贺正搭着眼皮看我 怕什么 我没那兴趣 谁说我怕你了 我好笑得弯唇 我是怕我自己把持不住 懒得理我 她转身进屋去了 我从口袋里翻出烟 打火机进了水 怎么都打不着 没办法 只能进屋去找人 屋里摆设简陋 一张做工粗糙的木床 角落里堆放着工具 没有通电 光线昏暗 贺正嘴里叼着烟 坐在窗下的椅子上 背着光 冷峻的轮廓 附着一圈模糊的阴影 无声勾人心痒 我走过去弯下腰 含在唇上的烟 碰上她燃着的烟头 清晰气 火苗攀上烟头 一瞬照亮她的眉眼 贺正靠在窗帘下 急去为她挑着眼尾沉沉看我 也不说话 借个火 我直起身 坦坦荡荡地开口 她拿下烟 把我从头到脚打亮了一遍 抿着的唇透出几分似笑非笑 看透似的 却不点破 漫不经心的姿态 气势却更让人心跳加速 我按捺不住问 在想什么 贺正吊着眼角 反问 你图什么 她突然这么直接 我反而愣了一下 撇开我不知道的她的家境 就目前现实条件来看 好像我真没什么可图的 但计较这些 未免庸俗 沉印片刻 我笑着把问题丢回给她 你觉得呢 贺正的手臂自然垂落在一侧 她低头看着指尖燃着的烟 我她妈在问你 她的声音不大 粗口从她的嘴里出来 竟没让人觉得不是 这种不拘的调调 恩 就很有男人味 心有点发热 我轻咬唇 想要你这个人 见她的第一眼 那肯定是因为和尔蒙作祟 可几个月下来 她虽不爱搭理我 我也能读出来一些 贺正这人 骨子里有硬气 有血性 我遇上过无数形形色色的男人 没人入眼 唯独她身上这股劲 抓心脑肺 贺正侧目撇过来 也未挂着坏坏的良笑 具体点 我平时脸皮厚 可我也就只敢口嗨 真到了她认真直白的时候 我不争气地哄了耳根 半天不吭声 耳机传入贺正嘀嘀的哼笑 别费劲了 我不找用下半身思考的女人 我的眼睛更得溜圆 她没再看我 匹头丢掉烟头 用鞋肩用力转动缠灭 出口的话 讽刺冷漠且直白 这和街上明码标价的有什么区别 十一 我的呼吸一致 心头就跟堵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怪难受 知道吗 如果以前有人敢和我说这样的话 我能和她拼命 我往后退了几步 背靠在墙上 现在呢 现在 我低头胆了胆烟灰 笑了笑 你说的对 我对贺正的那点恋意心思 确实是走神不走心的 正常男人都看不上我这行径 可能是我平时牙尖嘴利的形象 和此时此刻差距过大 贺正反而有了兴趣 为什么 为什么 是啊 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该怎么说呢 早就没有了向所有人解释自己的欲望 我抬起头 轻挑的调子 怎么 对我有兴趣了 对墙敞开的窗友风惯进来 贺正慵懒地眯着眼打亮我 又转开 唇边掠过一丝莫名的笑意 我有准备看穿的心虚 垂下头看着已经人尽的烟地 风吹落最后点点压青的烟灰 而又飘落在手背 隐隐地仰 这天到最后 我们谁都没再开口 雨停了 我率先往山下走 到山脚时 贺真开口了 林建书 他忽然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看去 以后傍晚的风清凉干净 男人立在余灰里 身影贝拉的老长 天总会亮的 我愣了愣 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已经走远了 这天之后 我连连几个晚上 都在做噩梦 梦里舞台灯光璀璨 少女抓着我的手高高跃起 身体离开地面 在半空中舞动成漂亮的弧线 我脚尖点地飞速旋转 理应搂住他的腰 让他界里落地的 可我 失误了 少女重重落地 音乐声喧嚣 可我清楚地听见了 那一声骨头破裂的声音 镜头转换 我坐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 少女撕心裂肺地哭声 此起彼伏 爸 我再也不能跳舞了 里头哭了很久很久 终于停歇 父亲火辣辣的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他苍老的脸在颤抖 他边哭边骂 林建书 你把你妹妹毁了 我浑身冰凉 什么都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 病房里哗啦啦的玻璃破碎声后 我似乎听见了地面传来的巨大震动声 警车来了又去 地面上的血迹被冲刷掉 人群散去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只记得年迈的父母哭了一场又一场 晕倒醒来 不断哭不断骂 我头一目眩 他们骂了什么我记不清了 但有一句 像是狠狠盯入脑袋一般 母亲说林建书该死的人是你啊 梦里飞花掠影 总有些不真实的虚幻 我再一次惊恐地醒来 夜深四处寂寥 浓郁的黑暗压的人心头喘不过起来 贺征说天总会亮 我总在想 他没说出来的后半句 应该是 什么都会好起来 可我的世界 好不了了啊 十二 我待坐许久 没睡意 捞起烟和打火机上楼 站在楼顶的露台 依心能窥见远处跌跌重山的轮廓 在茫白的雾里 献出压青的棱角 无人的夜晚 我护的心念一起 踮起脚尖轻巧抬腿 急于偏先起舞 脑海中有血肉模糊的姑娘一晃而过 我的身体狠狠一颤 直接跌在了地上 果然 还是不行啊 风寒露众 我没起来的打算 当按下打火机 余观便瞥见露台花架后走出来的人影 黑夜笼罩着赫征挺拔的身躯 他一步步靠近的脚步 每一下都似敲在我的心头上 秘密被窥见得难堪 充斥心腔 我未愣的功夫 火苗舔着烟头烧了一截 赫征半蹲下身体 拿走我手里的烟 不起来 我看着他把烟含在唇上 嘲弄地弯了弯嘴角 笑什么 他问 我听人说 抽别人抽过的烟 等同一间接接吻 我背靠向栏杆 抬起下巴激笑 怎么 想和我接吻 这人 口里说着不喜欢 做出来的事 可不像 赫征低头把半截白烟掐灭 看透我似的扯唇 你嘴是真的硬 我笑容僵住 语气冷了 别装作你很懂我似的 你 话没说完 下巴突然一紧 赫征指尖收紧 强硬地掰过我的脸面向他 他出口的话 比寒凉的风更尖锐 你不就想死吗 我浑身的血液一瞬直冲脑门 脑子空白呆愣地看着他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暗沉的夜里 他眼底寒芒锐利 每年被困在山里等不到救援 绝望死去的人有多少知道吗 为了救他们 我的队员受伤 甚至牺牲 没人想过放弃 哪怕是只能找到他们的尸体 因为那是生命 他的开始和结束 都需要尊重 赫征松开我 往后退了一步 居高临下腻着我 清淡的声音无不失望 生而为人 轻视生命才是你最大的悲剧 月蒙星书 夜里寂静只剩下滴滴盘旋的风声 我抬头看着他 只觉眼前的男人 眼里心里都烧着一团火 钢铁支驱下 包裹着一颗热忱的赤子之心 这样的男人 他无论在何种境地 都能百肩不摧 在他的衬托下 我卑劣得无地自容 我们在两个极端 遥不可及 有被触动到吧 心逐渐也静了下来 默默地再次点了根烟 清烟熏过眼睛微微泛酸 我说 赫征 你是个好人 十三 对面的人微微侧头 对我给他发的好人 他很不屑 抱歉啊 我冲他歉意微笑 目光越过他看向远处 我为自己的轻飘向你道歉 以后不会了 赫征的眸光笔直地看过来 没表露情绪 不信 他肯定不信呀 我耸了耸肩坦荡道 我是真喜欢你 若是早点遇上 我一定会走心 有点遗憾 遇见太晚 就只剩下走身的冲动 赫征仰着下巴 眼神沉了几分 不搭枪 风声在耳边散去 眼睛也没了焦距 如果早点遇上就好了 天气好的时候 我会给你跳一支舞 那样他大抵会发现 其实我这样的人 也是有滚烫的灵魂的 不全是下流 王若尔常夸我 你跳舞的时候 整个人都像是一团火 在燃烧 在沸腾 灵魂都是滚烫的 他说 林剑叔 你是天生的舞者 是啊 我把整个青春都献给舞蹈 那样热烈沸腾的岁月 自然是发着光 只是后来 光灭了 赫征一直没出声 空气弥漫着凉意 我低下头不再说话 啪哒 打火机突兀响起的声音 在格外清晰 烟雾散开 赫征的声音低沉 现在跳 我压然抬头 隔着几米的距离 他的眉眼浮沉在薄雾里 情绪不太明朗 林剑叔 恩 他每一次换我的名字 尾音都会微微挑高 或压着火或严肃 我的心会不自觉提起来 赫征叼着眼 有骨斜尽 不是喜欢我吗 我一瞬失笑 击我 不愿意 你刚才不是都看见了吗 我是过了 没办法 赫征不置可否 再试试 我盯着手背上留下的青色伤疤 轻摇头 赫征 我废了 王若尔说手是舞蹈家的命 一个没办法跳舞的舞蹈家 手有什么用 风声似乎停了 落他陷入一阵凝滞的安静 男人脸人的气息忽然靠近 赫征半蹲下身体 我正正地抬头看他 目光相对 他沉沉的眸紧紧锁着我 难得的眉目温淡 他拿走我唇上的烟掐灭 低哑了声 临见书 信我 我心头发着热 无声沉默 脸颊上他粗粒的指尖摩缩而过 我们一起 慢慢来 十四 自这天起 赫征对我明显多了几分耐心 有时候上山巡查 也会烧上我 赶在黎明破晓之前站上山巅 朦胧的天幕初开 日出山海 希望浩瀚铺满人间 金光柔柔度了人一身 这个时候的赫征 难得的轮廓柔和 我盘腿坐在石头上 撑着下巴看他 被我看得不耐烦了 他明明眉 不是来看日出 日出哪有你好看 我脱口而出 这是真的 赫征可不吃这一套 强硬道 那下次不许跟了 我轻叹气 你这男人真不解风情 才知道 额 果不着掉野鱼 挺想看你软下来是什么样子的 赫征看向远处 不想理我 我低头点烟 岔开话题 听小蛮说你是外地人 怎么就来这里了 他这人 有一身傲骨 且有血性 放在哪都能成事 可他偏偏选了个山沟沟 不是说他做的是没意义 就是屈才了 没听见他回话 反而听到他撩开打火机的声音 我想大抵是我唐突了 出道他不愿意提的禁忌 抱歉 找人 我们俩的声音齐齐响起 又一起陷入安静 恩 要想这里头藏着一段伤心事 我没有追问的欲望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未经允许 就不要轻易不按上岛 我静静地看着山间日升 没再说话 六年前 我弟弟高考结束 和几个同学毕业旅游到了这里 失踪了 贺征在这时打开话匣子 我挺惊奇 他竟然愿意主动提起 话题很沉重 我目不作声听着 不好插话 贺征深吸了口烟 眉眼在散开的烟雾里 隐晦难言 默然半晌 他才继续开枪 那时我也刚从警校毕业 一头扎进来 一无所获 我没什么安慰人的天赋 怎么会一无所获呢 你找到了在这里的意义 不是吗 或许一开始 他只是想找到自己的弟弟 可这些年下来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在找多久 有些人还是找不到的 他留下来了 因为他骨子里啊 有血性 有大爱 我没有问他 如果找不到 你会离开吗 关于未来的话题 我们很默契地没再谈下去 十五 从山上下来 贺征只说去见个人便走了 小蛮从店门口探出头来 见书姐 还是番茄炒蛋 我摇了摇头 先不吃 去买包烟 小姑娘甜甜一笑 好 想吃了再喊我 裙子很漂亮 我朝天宴里忙碌的杨杨 抬了台下河 坏笑调侃 情侣装啊 小姑娘当时红了脸 见书姐 你好坏 我十分受用地眯起眼 白白手往街上走去 这地方 被八千大山包围着 用一个字形容 穷 两个字形容 很穷 唯一的一条街道 还是泥路 两边嬉嬉落了一些商铺 感激的时候人多些 寻常时候 就是一片冷清 我在街尾的便利店买了烟 烟饮上来了 在门口拆开包装点烟 日照很强 我倚着墙躲在小小的遮阳棚下 吞云吐雾 闲得无聊 目光栏栏散散地扫过街上 林丁来往的行人 对面餐厅的玻璃窗里映出来 一个熟悉的人影 餐厅简陋 几张桌椅就是全部 长身笔挺的男人 穿着军绿色的迷彩裤 短袖军绿色上衣 皱着眉坐在B字的餐厅里 举手投足间 却有着一种叙事呆发的无声力量 不是贺真还能试水 我咬了咬烟 视线一道坐在他对面的女人身上 女人穿着精致的小羊裙 非常直的头发垂在身侧 光亮迎泽 美丽动人的娇小姐模样 这打扮应该是刚从大城市来的 原来她说来见个人 就是来这见姑娘的啊 心尖尖冒出点酸涩 我自嘲地沈笑了声 觉得没意思 和正那晚说我们一起 却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意思 想来 不过是好心安慰我的话 也是 她怎么会喜欢我这样轻飘不正经的女人呢 此时此刻她眼前那位 才是良配啊 我出神地看着 对面的女人嘴里说了一通话 停下来满眼柔情热切地看着贺真 而她冷漠地眉宇间透着不耐烦 丢下一句话就起身离开 她走出餐厅门口 似有所察觉 往我这边瞥了一眼 我不偏不已地和她四目相对 捕捉到她眼里一闪而过的不悦 恩 她应该是以为我故意偷窥吧 我无辜地眨了眨眼睛 大大方方冲她回了个微笑 转身走了 走到街道尽头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眼 贺真还站在餐厅门口 女人提着行李柔柔弱弱地跟在她身边 两个人僵持了一会儿 贺真领着她进了巷子里的小旅馆 午后阳光灼人 我在太阳底下站了好一会儿 直到烟烧到食指 才恍惚回神 敲声言语地骂了一句 臭男人 真吝啬 十六 姑娘大老远跑来找她 都把人带进旅馆了 也不舍得找个好点的地 想完这里就挺好啊 回来了 想完利落地收拾着客人用餐后的桌子 我点了点头 借个电话 手机信号极差 坐机倒是可以的 我抱着话筒给拨出一个号码 静静地等待即将而来的暴风雨 之前王若尔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发了无数个消息 我借着信号不好当借口 愣是一条没有回 可想而知 以他的性格 这会儿不得想弄死我 电话接通 出乎意料的 王若尔竟然很平静 在呢 我也没仔细回答 在一个你一辈子都不会来的地儿 王若尔身交体贵 出个门都要抹三五遍防晒霜的男人 怎么可能受得住这里的紫外线 他也没再追问 沉吟了会 说 在那里遇上什么有趣的事了 我一瞬失笑 为什么这么问 我听得出来 你平胡了很多 我不说话了 要说这个世界上 我父母和我并不亲近 王若尔算是最了解我的人 他总能从我细微的言语中 读出我是否开心 亦会是有什么心事 其实他在众人眼中 并不是一个亲切温善的人 甚至 他很凶 很事儿 一点也不好相处 但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我的世上 总是事无巨细 如果当年不是遇见他 我的人生 估计从不会发光 我耐心地同他讲 遇上了一个男人 王若尔脾气立马就上来了 急吼吼地喊 林健叔 你要不会被人骗才骗色了吧 瞧 他老是把我当小孩子 一没看好 我就觉得我会被人骗了 我苦笑道 我倒是想啊 人家看不上我 王若尔愣了愣 又马上愤愤道 那他肯定是瞎了 他最是护毒子 在他眼中我是闪闪发光的 如果旁人看不到我身上的光 那人肯定是瞎了 我被他逗了 笑着笑着又莫名觉得心口闷得慌 他 挺好的 该怎么说呢 贺征很好 只是我们相逢不对 话筒里许久没声音 王若尔没来由的沉默 好伴上之后 他与众心长地说了句 不是我对那地方的人有偏见 而是你能在那遇上他 就已经能说明一点 我假装不懂 笑问 什么 你们不会是一条道上的人 这一句话 像一根棉细的针 分毫不差地扎进心脏最软处 他太一针见血 容不得我逃避 我想贺征自始至终也是明白这一点的 他不会离开这里 我不会永远留下 扯远了啊 我盯着缠绕在手指上的电话线 倾笑道 人家这会儿正和姑娘在旅馆缠绵呢 算了吧 我连人都得不到 还想什么以后 通话结束 我往房间走 小蛮在身后说话 见书姐 杨杨她们速食完工 今晚她们要庆祝一下 一起去玩吗 这一瞬我脑海中突然就 闪过贺征和那姑娘进入旅馆的背影 我自嘲得勾了勾唇 不了 我困 想睡觉 十七 小蛮好心 晚上出发前 还特意来敲门邀请我 许是早上吹了冷风 我隐隐有点发烧 睡得迷迷糊糊 也不知道回了什么 小蛮默不作声走了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敲门声再度响起 我以为是小蛮 晃晃悠悠地爬起来开门 夜里寒风扑进来 贺征挺拔的身影沉在夜色里 拖出长长的一道影子 有点意外 我倚着门框睡眼惺忪 笑问 不用陪妹妹 贺征微微醋眉 冷笑 你难请 大家眼巴巴地都在候着 哦 我算是整明白了 感情是她被逼无奈 所以找来了 这几个月下来 护林队里那一群半大点的小伙子和我混熟了 胆子大点的 遇上我会使坏的韩嫂子 他们难得有一次娱乐 希望我去也和情和理 我仰头盯着她的眼睛 那你呢 贺征抱着手臂沉沉地看我 半天没动静 你想我 去吗 我又问 中间故意停顿 或者 妹妹不介意 风穿梭在夜里 模糊有了暧昧的回声 贺征呼地发出滴滴一声笑 很轻 聊得人心间发痒 我正琢磨她这笑什么意思 肩膀就被人抓住 轻易就被她滴溜着进了房间 其实我个子不矮 但难不住受 被她滴溜着像一只若鸡 贺征撒开手 往后退了一步 换衣服 想到白天那一幕 我多少是有点情绪的 坐在床上不肯动 不去 我知道她是好心 似乎真把我当成一个随时都会自杀的人 时不时的都要盯着我 虽还是那副看起来冷酷漠然样 但有什么趣事 都愿意带上我 心绪起落 我忍不住问 贺征 你是不是挺可怜我的 贺征垂下头看着我 眉目有了情绪 极无奈 你是这么理解的 不然呢 贺征烦躁地松了松领口 脚过来一把凳子 敞着腿坐下 手肘抵在膝盖上 目光幽深盯着人 这姿势怎么瞧 都略显粗犷 但搁她身上 近视也性 我是生出点邪念的 但瞧她这严肃的神色 只能老实待着 首先 我没那好心去可怜任何人 贺征一派正经 其次 妹妹的确是妹妹 我嘴贱 干妹妹 贺征倒吸气 显然被气到了 冷笑一声 你再给老子做试试 这下我老实了 她向来硬气 能有这耐心在这和我解释 算是难得了 还有 贺征把脸转向一侧 是我想你去 和其他人无关 刚才还挺嘴硬 这会儿竟然承认了 我没得意 但确实有点小小的欣喜 这男人 算是撬动了 好 我知道了 我冷淡的点头 没神表情 女人的交金总会在某一个时刻 突然就会冒出来 比作还让对方难受 果然 贺征一荡眼 什么态度 不是说我做吗 那我正经点呗 贺征 十八 男人就这得行 你上赶着 他嫌弃你轻挑 你正经了 他又觉得淡了 瞧瞧 贺征也不能免俗 我故意晾着他 也确实冷 往被子里缩 不说话了 贺征静坐在角落里 许久也没说话 皮肤热感滚烫 天气又冷 我蜷缩在被窝里 挤都要睡过去 一时游离间 听见贺征站了起来 问 真不去 我迷糊地应声 嗯 难受 话说出来 我压根没什么心机 并不是想要在他跟前装可怜 可大抵是话到贺征耳中 多少变了位 他本来都准备走了 听到声 迟疑了一下 还是往床边看了过来 我先是感觉到 一直带着凉意的手探紧被窝 就被他掰着肩膀转了过来 男人凛然的气息充斥鼻尖 我下意识贪婪的深吸气 贺征弯着身体 手背搭上我的额头 触到热议 他微微蹙了眉梢 我还期盼着他能说出一句暖心话 却听他挺嫌弃地蹦出两个字 娇气 嘴巴这么毒 亲一口不过分吧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一闪而过 我的手已经攀上男人的脖梗 勾过来 吻了上去 贺征身体一僵 目光又深顿住 我见鬼地想 恩 还挺软 这样的念头驱使下 胆子也就越大了 腾出一只手胡乱去蹭他的胸膛 果不其然 和他的唇正好反着来 摸到一半 手腕就被他拽住 贺征紧盯着我 倒还是一脸坦荡 做什么 我也很坦荡 试试手感 贺征黑脸 沉声警告 别挑事 他准备抽身站直 我脑子一热 用力勾着他的脖子 把人拉到跟前 咫尺之间 我的脸擦着他的呼吸而过 下巴抵在他的肩窝 贺征 我也做你妹妹吧 干妹妹 第四声 林建叔 你他妈 想骂我不要脸 我拿给他机会 简单粗暴地封住他的唇 贺征短暂地将至 夜色浮沉在眉目 眸中山雨侵袭 哭得一阵天旋地转 我被丢回床上 随之而来的 是男人更加热烈地回应 前半场是我做的 后半场显然是贺征的战场 到最后 我实在没力气了 听见贺征起身离开的声音都没睁眼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迷糊中被他叫醒 张嘴 下巴被他轻捏着 我闭着眼睛极不情愿地张开嘴巴 苦涩的液体滑入喉咙 我皱着眉头喝完 顺手就把人抱住了 当个抱枕似乎很不错呢 贺征在床边坐了一会 任命地躺下 由着我抱 这一句挺长 无梦无惊 已经临近中午我才爬起来 意料之中的 贺征早就走了 我晃悠着去找小蛮 他正趴在前台百无聊赖地用笔尖戳着桌面 见了了 提了提经审问 见书姐 番茄炒蛋 我没什么意见 等他端着饭菜上来 菜是上来了 我吃了几口 他也不走 直直站那看着我 我不得不停下筷子 开玩笑问 我起来的时候没洗脸 沾东西了 没没没 他可爱的直摆手 有些不好意思地坐下 犹犹豫豫半天 才小声问出来 见书姐 昨晚贺征哥是不是和你在一起 在他开口前 我大概已经猜到他想问的就是这事 好笑地问 你早上没见着你贺征哥 看到了 他又补充道 从你房间出来的 那不就了了 我没个正经地逗他 昨晚我过得很愉快 十九 小蛮的脸疼得就红了 低着头都不敢看我 我一下子就有了负罪感 小姑娘太纯情 可别把人带坏了 好了 不逗你 想到贺征 我突然就觉得番茄炒蛋不香了 你这都没吃两口呢 不吃了 我伸了个懒腰往外走 小蛮似乎知道我要干什么 追到门口冲我喊 见书姐贺征哥今天去宋城里来的那女生 这会儿应该还没回来 我朝后养了养手 表示知道了 从民宿到他们宿舍 路程不算远 我可以放慢脚步 晃晃悠悠了半天才到 拿出手机想给贺征打个电话 才想起我连他的号码都没有 正正地看着手机 我硬是看笑了 这算什么事 算起来我认识贺征也小四五个月了 聊他的事做了不少 却愣是连他的号码都没问过 这怎么看 我都是没怎么上心 不怪贺征怀疑我对他没真心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大中午的 热浪翻滚和夜里的寒冷成两个极端 我在门口的树荫下找了一块点 耐心地等着人 还不是有兴致地用石子堆了个烟灰缸 自己和自己玩了起来 反应过来后 我乐了 自从出事后 很长时间我都欲捷暴躁到极致 家里的东西几乎能砸的都被我砸了个精光 像现在这般开心平和地和自己相处 着实让我惊奇 大抵是 这个地方真的有治愈人的魔力 想着想着 我又自我否定地摇头 有魔力的哪是这个地方 明明是那个人啊 汽车的轰鸣声把我从思绪中拉回 抬起头 越野车卷起尘土飞扬 停在几米开外 赫征长腿跨处 碧落地跳下车 阳光如金点子洒下 身穿短袖迷彩服的男人身姿笔挺 缓步走来 我抱着膝盖欣赏着人 唇角不自觉上扬 不热 贺征领着眉风 从头上拿下鸭舌帽 顺手就扣在了我头上 他的动作并不温柔 帽颜压了我半张脸 挡住了我看他的视线 我甚至闻到了属于他身上的汗味 若唤一个人这么做 我指定地骂人 偏是贺征 我非但不反感 还挺受用 我抓着帽颜横到一边 很热 不过一想到能在这等到你 也挺直 在表达爱意这事上 我想我是有些天赋的 情话说出来 并不扭念 贺征这丝指定是浪漫绝缘体 情话到他那里 他总能变了位地对回来 比如此刻 他看傻逼似的瞪了我眼 说 进去里面等也能等到我 我被气笑 你能不能有点浪漫细胞 娇滴滴的姑娘蹲这等了他一两个小时 换作其他男人就算觉得这行为挺傻气 也该表现出一点小感动吧 他可一点不惯我 伸手拎着我的肩膀拉起来 很酷的来两个字 不能 我气得不行 故意往他的身上倒 沾上就不肯迈不自 贺征邪淹扫我 没长骨头 蹲太久 脚麻 我使劲装可怜 二十 贺征无语 看他这副样子 我心里发笑 管你什么直男 我还治不了你 我寻思着这回他总该怜香惜玉点 来个公主抱什么的 诚然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贺征身体力行地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架着我的胳膊往里带 我半寻空地被他拎着 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狗男人 我深刻明白 有些男人 摇到手才是火葬场 经过院子时 那群兔崽子呼啦啦地从窗口探出头来 冲着我们暧昧地吹口哨 我休暖不已 尽量保持优雅的笑容 咬牙切齿地和贺征说 撒手 贺征勾唇坏笑 现在能走了 我还有啥不明白的 这个东西就是见不得我做 故意不如我的愿 我顿时就有点气馁了 变着法则交索拿捏他 反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我想抗议来的 脚下突然腾空 被他稳稳地抱在怀里 这一下我是真受用 小声言语 不是不抱吗 气完人又哄 他是真的狗 贺征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 上楼梯 嘴硬的男人 上楼梯拎着我也不费劲吧 更何况 他不还可以让我自己走吗 我是要扳回一局 在他的怀里开始不老实 手指跳着舞从他的胸前一路直下 摸到男人紧致的腰 贺征抖了抖 差点就把我丢了出去 低下头硬森森地看我 敏感点 我不怕死地在他腰上掐了一把 后背舒然抵到墙上 贺征一只手托着我 腾出一只手 困住我的手压到墙上 我故意逗他 大白天的 不好吧 闭嘴 贺征咬牙蹦出两个字 这样就闭上了 我毫不犹豫地牵上去 他的住处是典型的单身宿舍 一个简陋的不能在简陋的房间 空气里还弥漫着心修的气味 我裹着他的衬衣趴在床边 头发扑了得也没在意 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阳台抽烟的男人 日暮逐渐西沉 远处青山轮廓隐隐 从他唇齿之间漫出来的白烟 打着悬而飘散在凉风中 我生出个错觉 恍若他如青山 青山如他 在日渐长远的岁月里 他沉默地和青山融为一体 这是他的世界 心念千回百转 我轻声问 那女孩来找你 怎么匆匆就把人赶走了 似是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提着茶 贺真转头看了看我 意识没说话 掐了眼 他往里走 从一背上捞起上一套上 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话 没什么好说的 不 我猜测到 劝你离开这 贺真本该有更好的前程 在家人眼中 他的确该回去了 恩 话到这里 我不作声了 贺真缓缓转过身 表情不动声色 却沉默 良久 他问 你不劝 劝什么 我是笑 翻了一个身 你不会走的 贺真这么问我 我能理解他的心思 他心里清楚 跟他留在这里 不会是我的未来 可既然好上 他必然有负责的道义 但是啊 在理想和给我的未来之间 他难以两全 估计是猜想 我也会如他的亲人那般 不留于力地劝他回到大城市 似乎 那样才是两个人美好未来的姿态 我望着白晃晃的房顶 轻轻笑开 你别总认为我那么肤浅 是 一开始我聊他 确实是半真半假的 如今胸腔里的律动 绝不适合耳蒙上头 我转头看向他 贺真 由心走 别为任何人改变 二十一 我最初喜欢这个男人 就是他现在的样子 或许我这人有许多不堪 但唯有一点我很清醒 爱人是赤诚点 徒人不徒财 未来永远在自己手中握着 把期许留给自己 而不是寄托在另一半的身上 如此 爱人才有底气 来去亦可自由 哪怕是多年后我不爱他了 也绝不可能是因为他没能给我璀璨的未来 只能是 他失去了我爱的品格和魅力 贺真眸光深了又深 走过来拖起我悬空在床外的头 搁到自己腿上 不累吗 那个话题带来的沉重感 我们都感觉得到 相对于我的看得开 贺真却还是有心事 哎 要不我怎么喜欢他呢 这个男人如钢如铁 仍有一腔柔情 带人读取 走吧 送我回去 我坐起来 很快又被他按了回去 他落下的声音微哑 今晚就别走了 怎么 舍不得我啊 我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他挺认真的点头 嗯 坏心思上来 我促暇地眨了眨眼 你吃得笑 贺真没打我的茶 干脆利落地把我往怀里一按 睡觉 我也实在是累了 没再折腾他 喝上眼就睡去 半夜下起了雨 风声一声俯打着窗户闷闷作响 我被吵醒 一睁眼 昏沉的暗色中便对上了贺真的眼睛 还没睡 出声才发觉嗓子甘哑 贺真没回答 说 雨太大了 我出去看看 我听小男说过 这山里头有时候大暴雨 难保会发生滑坡泥石流 贺真对这种天气自然很敏感 去吧 我抬了抬脖子 让他把垫在我脑后的手抽出 贺真翻身站起 没有开门 就着手机的火光 倒了一杯温水滴到我手中 走了 那星点灯光随着他的离开消失 我坐在黑暗中感受着指尖传来的温水热感 心间也有了热流 我并不是因为他给我滴了一杯水有多感动 被触动的点在于 我什么都没说 他却知道我需要什么 他该做什么 他走后 我也几乎没有睡 天懵懵亮时有人敲门 我以为是贺真回来了 打开门 小蛮劈着雨一湿答答地站在走廊里 下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来了 他擦了擦脸上的雨水 说话时喝出冷雾 前面山体坍坍落风了 贺真哥正带着洋洋他们在处理 怕你担心 让我来陪陪你 我闪身让他进来 把纸巾递过去 有些好笑地说 我又不是小孩子 不用特意跑来的 那不成 你和我们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想完想了想 别嘴笑 你是从大城市来的仙女姐姐 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太了解 他们一群操汉 忙起来就什么都顾不上 你一个人待着不得胡思乱想啊 我伸手揉了揉他圆嘟嘟的脸 有心了 怎么说呢 贺真是好心 不过倒也让我感觉到了距离感 或许在他心里 我与这个地方永远格格不入 和他也不在同一个世界 确实事实 可同样叫人烦嫩 小蛮性子活络 续续叨叨和我说着 贺真他们的工作生活 我左右都只听出来两个意思 艰苦 危险 为什么想到和我说这些 我笑看着他的眼睛 小蛮躲闪着我的目光 就是 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看穿他的心思 提前给我打预防针 怕我受不了中途跑了 小蛮挠挠头 很是不好意思 我从烟盒里敲出一根烟 含在春中没点 眯眼沉吟了会 我坦诚笑道 小蛮 我是一定会走的 二十二 贺真不会问我什么时候走 他身边的人反而替他着急上了 小蛮听我这么说 愣了好一会儿 难难地问我 你走了 贺真哥哥怎么办 小姑娘少经事事 一方小天帝两个人厮守 是他能想象得到爱情最好的样子 这没什么不对 但与我而言 是绝对不可以用感情来定义人生 我打开打火机 火苗攀上细烟 淡淡的薄荷香味随青烟鸟鸟浮沉 关于他这个问题 我很难给出答案 轻咬着烟头 迎着风吞云吐雾 远山在眼中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 如何正在我心头 明朗清晰的存在 下午两点 我披着他的军大衣趴在走廊的护栏边 看见贺真一行人远远归来 冬天来了 雨后的天冷的入骨 四周泥泞 他们全身上下挂着脏兮兮的泥水 疲倦不堪 杨杨率先看见我 用手肘顶了顶贺真 不知道说了什么 大家起起哄堂大笑 贺真踹了他一脚 一群人这才消停 飞快散去 他上楼的脚步声逐渐进了 我转身伸手就要去抱 贺真连忙往后退 脏 我哪管脏不脏 踮起脚尖搂上他的脖子 辛苦了 贺真抬手是要推开我的 听见这话 手顿了顿 转而轻拍了拍我的背 四恋人间的无声抚慰 告诉我他回来了 我赖在他怀里 还故意乱动去蹭他 把自己也搞得一身泥 贺真被我缠得不耐 勾着我的脖子拉进门 门一关上 把我安在门板上 目光沉沉压下来 还以为他要干点什么 谁料他挺不客气 直接让我罚站 站着别动 我去洗澡 丢下一句话 他边往洗手间走 边拽下上衣 我可怜巴巴的滋生 我也脏了 贺真脚步一顿 我脚侠一笑 蹦过去跳上他的后背 双腿缠着他的腰 一起洗 他侧过脸搭着眼皮瞪我 样子挺正经严肃 我有点虚 咳了声 单纯洗澡 贺真哼笑 那表情像是在说 你的话我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我发誓 我特诚恳的保证 他瞥了我眼 一看目光 由着我挂在身上 往洗手间走 我有点得意 看吧 还不是妥协了 洗手间不大 这样的狭窄空间里 有情人总想要做点什么 我一动 水哗啦啦就往头上灌了下来 贺真拿着喷头 坏坏的冷笑 德行 我一下子就想起 处处认识他的时候 也是洗手间 我也是背淋了一个头 那时的贺真 冷窝中带了点坏 不同以往的 此时他带笑的眉眼中 多的是柔情 我心中迂回 认真问他 你以前有想过会和我一起吗 没想过 贺真想都没想 我不死心 真没想过 贺真见我叫真 这才慢悠悠地说 想过 口是心非 贺真气笑 老子又不是圣人 一娇滴滴的姑娘追着球 深入交往 我还不能有点想法 这话听起来倒是坦诚 我问 你在怕什么 怎么不怕 贺真扯下毛巾 垂着头续细涕 我擦拭头发 怕你只是玩玩而已 怕自己当了真 二十三 从昨晚到现在 贺真没合过眼 人明明累的不行了 还非拉着我去街边小餐馆吃饭 我心疼他 嘴里却在抱怨 在你们食堂吃不就可以了 瞎折腾 贺真懒洋洋掀着眼皮 你吃不惯 就他们这地方的条件 食堂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我到底能猜得到 不服气地说 我没那么娇气 我这人多少有点矫情 但是娇气这点我不认 什么环境我都能带得住 对吃的更是没什么讲究 也可能是因为职业习惯吧 为了保持身材 我吃的东西本来就少之又少 自然也没这方面的欲望 贺真舔了舔唇脚 我觉得挺娇的 就是瘦了点 我一细品 就知道这次不正经了 守在桌子下 暗暗掐他的大腿肉 下流 贺真眉梢轻飘 笑了 说这话 你脸不红啊 我还真红了脸 心虚地撒开手 他张嘴要说什么 我飞快往他嘴里塞了一块豆腐 食不言寝不语 好好吃饭 这人多半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两个人的时候我使劲也都没事 在外头我脸皮没那么厚 贺真慢条斯里地嚼着口中的食物 暂时放我一马 回去的路上 我们牵着手走得很慢 贺真突然附身在我耳边低语 食不言寝不语 温热的气息撩拨着耳阔 前半句我认同 后半句我不喜欢 我几乎是秒懂 又修要脑抬手就要打人 贺真仗着腿长 大胯部就走出去老远 我气呼呼地追着他 跑得急了 贺真怕我摔着 停了下来 也不管是不是在街上 我跳上他的被撒坡地拽他的头发 奈何男人寸头 没能拽疼他 反而扎疼了自己的手 我气不过 改用牙齿去咬他的脖子 贺真反手托着我 属狗的 你别管 我就是想咬你 他一脸无奈 还是纵容地背着我往回走 走到半道 又自说自话般笑道 应该是属狐狸 拐弯抹角骂我狐狸精呢 我不想和他计较 只一眼下这幅光景 深深拨弄着我的心弦 雨后的傍晚 天空依旧湛蓝如洗 热光和凉风皆温柔 轻轻辅着行人 趴在他宽阔的背上 慢慢走啊走 时光在这一刹那 有了幸福的轮廓 除了舞蹈 这算是我这小半生 少有的温情时刻 夜里躺下 贺真是真的累了 抱着我很快就呼吸平稳入眠 我昨晚其实也就睡了三个多小时 这会儿却怎么都没睡意 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挂念着 反复想到下午时贺真说的话 怕我只是玩玩 而他却当了真 贺真这人 骨子里刻着连齿礼仪和道义 做起事来冷静果断 认真谨慎 真遇上感情的事 他同样不会儿戏 爱和责任 他都不会辜负 要不说他怎么这么迷人呢 他值得啊 我往他的怀里蹭了蹭 也不管他能不能听得见 轻声唤他 贺争 并没有对他的回应抱有期望 没想到他真听到了 拢紧手臂抱住我 没睁眼 哑声回应 我静静看着黑暗里男人硬朗的轮廓 郑重地说 贺真 我是真的喜欢你 不 我马上自我否定 是爱 或许旁人会质疑 短短数月 能算什么爱 我想我很难和他们说得清楚 那种为他热烈疯狂跳动的心 想把他嵌入心间的每分每秒 是那么迫切而管他 警卫他 警示他 二十四 寂静幽深的黑夜 无声搅浓碍意 贺争静了静 下巴轻抵在我发肩 我知道 我生平第一次 紧张地探寻爱人的心意 那你呢 他不搭枪 手从我的一百探进去 鼻息浑浊 你说呢 狐狸精 男人覆上来 黑暗中守不安分地摩缩 我笑他 不累吗 贺争四世想起来什么 哑声一道低笑 死你身上 确实是最浪漫的死法 我想起来医院那一次 他还记得我当时的婚话 这个夜晚 看来是不可能这么平糊了 和贺争在一起 日子都变得没那么难熬了 他忙的时候 一进山 几天见不着人影 我也会给自己找去试 跟着小蛮上山下水 割草抓鱼 兴致来了 也会开上贺争的车 带着他到镇上瞎晃悠 时间长了 贺争也会调侃 有点我的人的样子了 我低头看看自己 身上套着从集市上 逃来的大花棉袄 人还是很白 却着实圆润了 半自懊恼 嘀咕 晚饭得吃少点了 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 烫一点我都觉得自己有罪 贺争认真锻炼我 哄着说 别 多长点肉 抱着才不落人 我被哄得服服帖帖 又不想让他得逞 傲娇撇嘴 你想得美 他这时总不大震惊 把我拉到怀里 揉脸搓圆一个遍 完了后 皮皮挑眉 这不就抱上了 相处得点点滴滴 生动惹人流连 有时我臭毛病上来 情绪不对 贺争也总能用自己的法子 把我的脚镜镜给暗灭 恋人过分使人着迷 我整日混迹在这偏远山区 恍然发现 已经很少再去想起那些曾经一度以为再也难以跨过的苦痛 如果不是那位不速之客 这样的日子大抵还会继续下去 黄昏将至 我嘴里叼着一节青草 蛮悠悠地跟在抱着一团草料的小蛮身后 恩 他忙活了一下午 我纯纯是去玩的 见书姐 走快点 有客人 小蛮加快了脚步 我顺着他的方向看去 一眼就看到了那辆黑色的豪车 十二月的天寒风刺骨 男人披着昂贵的白色皮草站在车旁 干净贵气和四周格格不入 我脸上的笑容沉了下去 心头蒙上一层阴霾 王若尔经旁人提醒 侧头往我这边看来 他也不着急 站那不动 等着我慢吞吞走到跟前 才调侃地笑道 看你这样 是乐不思数了 我拿下嘴里的青草 在指尖舌了起来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出发来这里 我是没打算回去的 所以并未告诉任何一个人我的位置 他能找来 我挺意外 王若尔倒很识趣 不欢迎我 你知道就好 我静止往里走 王若尔不紧不慢地跟上来 环顾四周一圈 你就住这地方 听他的语气挺嫌弃的 我没好气地呛到 我住男人的怀里 不 王若尔上下打量我 看出来了 我翻了个白眼 不理他 小婉坦坦地看着我俩 想上来又不敢 我冲他浅笑 没事 找我的 你忙你的 他这才如是重负 抱着草料往后院去了 王若尔用纸巾细致地擦拭茶碗 然后给自己和我都倒了一杯茶 我见缝插针地嘲讽 这么嫌弃 还喝得下去 他也不和我计较 慢悠悠地喝了口 还好 没预想得那么难喝 这祸如此宽容 反而让我不好意思耍脾气了 早在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查到你的位置了 之所以现在才来 是听出来你在这挺开心 我顿时很后悔当时用民宿的座机给他打那个电话 早该明白 他迟早能查到我的位置 他没有马上来找我 已经算是对我纵容 给我时间尽情撒野 拥有这么一段无法比拟的时光 我没吭声 王若尔掏出四斤 把我的手托在掌心中 细细地替我擦掉手背上的泥点子 看到我手背上的伤疤 心疼地反复摩缩 好半场 陈生和我说 叔叔 该回去了 25 我明仅存 没有拒绝的理由 王若尔也没再多说 专心地一点点擦干净我的每根手指 他向来如此 不会和你说什么大道理 但举手投足之间都在告诉你 你该怎么做 你属于哪里 睿智如王若尔 自始至终 是我人生路上的指名灯 长久的沉默后 我缓声开口 我会回去的 但不是现在 王若尔也很爽快 行 那你给我个时间 我好安排 赫征占据着我的脑海 我想了想 说 年后 今年的新年来得格外早 再过十几日便会迎来新的一年 我总要陪他过完年再走 王若尔看着我 呼得一笑 似是明白了什么 朝门口抬了台下巴 就是那个男人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心跳漏了半拍 赫征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也不进来 站在门口的路边 正好步步跑了过来 他蹲下身揉他的脑袋 逗着他玩了起来 见我的视线胶着在赫征的身上 王若尔会心一笑 十分绅士地站起身 年后我来接你 他准备离开了 我心情复杂 抱歉又感激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一个著名舞蹈家 璀璨一身时 依然离开舞台一年多 在这样的黄金时期 实属作死 若换作寻常的经纪人 大抵是没什么耐心去等 一个了无生机的艺人 王若尔待我 比父母情重 他背对着我停下脚步 依旧是很平淡的语气 叔叔 你记住了 我永远都不可能放弃你 心肠暖流汹涌 我轻轻点头 注意安全 王若尔走出门口 十分友好的朝赫征汉手 赫征同样礼貌点头 两个人什么都没有说 我却看乐了 这两人 怎么搞得像是在进行某一种交接仪式 王若尔的汽车离开 赫征才缓步往里走 步步摇着尾巴绕着他的腿乱跑 我坐着不动 抓过他的手摆弄 来了怎么不进来 看你再忙 王若尔 并没有很刻意要和他解释什么 偏着头想到过去 笑道 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说 小姑娘 你是天生的舞者 后来他带着我往外面的世界去 转眼都十几年了 赫征默默听我说 最后也只是抱了抱我 什么都没说 他知道我在怀念什么 那么长的岁月 是我所热爱的 我们之间保持着某种默契 谁也没再提起这事 像是王若尔的出现 不过只是一个插曲 十几天后的除夕夜 队员的家都在本地 只有赫征一个外地人 他们的年夜饭 却都留在队里过的 饭后 饶是天寒地冻 他们还是在院子里支起篝火 喝一碗热腾腾的酒 一群人伴随着大音响手 拉着手围着篝火跳起舞 到后半场 大家默契地分成两两一组 舞步笨拙且滑稽 赫征拉着我混在人流中 我趴在他耳边问 你可以安排的 那群兔崽子平日里嘻嘻哈哈 跟跳舞是不沾边的 一看就是事先偷偷学过 赫征的用意 我心知肚明 他没回答是与不是 嘈杂的音乐声中 他搂着我的腰 陪我跳一支舞 好几个月前 我曾和他说 天气好的时候 就为他跳一支舞 我想 他始终记得我当初 为爱人跳一支舞的愿景 好 我几乎没怎么准备 重新抬腿起范 带着他偏然舞动 原来 这并不是多艰难的事 可是在过去的近两年时间里 我却连抬手起腿的简单姿势都做不到 心里极度的厌恶 引发山崩地裂的呕吐眩晕 很长的时间里 我的世界一边崩塌 一边挣扎 最后走入了死胡同 无数次崩溃的同自己呐喊 林剑叔 从世界消失吧 如今牵着他的手 我竟也能如风筝一般 陷在他手里 我在这头尽情旋转翩翩起舞 没人刻意注意我们 贺征也并不擅长跳舞 但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炙热柔情 周遭景象在我的眼中虚化 耳中嘈杂尽数无声 我脚尖轻盈点地 勾着他的手指飞速旋动 转入他怀中 贴上他温热的胸膛 我已经泪流满面 我们啊 在这个世界挣扎浮沉 终会有停住的怀抱 二十六 自遇上贺争 我没掉过眼泪 反而在这大过年的时间 哭得难以自已 他紧抱着人 没什么安慰的话 只坚定抱紧我 温柔地抚平我所有尖锐的棱角 我把眼泪尽数蹭到他胸口 踮起脚尖勾着他的脖子 和他紧紧相拥 唇抵着他的锁骨丝膜 贺征 我要回去了 好 一得空我就来看你 好 贺征什么都明白 没过多言语 却让我心安无比 他会在这里 我一转身 永远都能走到他的身边 年后王若尔来了 依旧是一身高贵的雕 这回礼貌多了 带来一小卡车的物资 对人们喜笑颜开 我去看贺征 他坐在人群外 嘴里叼着烟 无悲无喜 又恢复了最初冷淡漠然的模样 我想和他说点什么 又觉得说什么都多余 临走 贺征掐了烟 拎起我的行李箱 我送你 我没拒绝 顺势挽着他的手臂 敲声问 不开心 贺征垂着眼紧 围台下发撇我 这不是废话吗 停了一下 他又诞声说 挺好的 不开心 自然是舍不得 好 是因为我变好了 我挠着他的腰 故意闹他 不许趁我不再找其他姑娘 贺征把行李箱搁进车里 似笑非笑地挑着眼尾看我 那骨子又脾又斜的劲 抓心挠肺 片刻后 他微弯身 在我耳边吹着气 说了一句让我面红耳赤的话 我抬脚就要去踹他 被他借力握住小腿 他半蹲着身体 轻轻扶去我腿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的泥点 握着不放 目光虚无尽了静才站起身 抱起我塞进车后座 他一手搭着门站在车外 漆黑的瞳孔悠碎专注 林剑书 再见 我这会儿才有了点离别的伤感 伸手要抱他 贺征拍开我的手 嫌弃得紧 鼻黏黏乎乎的 胆紧走 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走了 我很有骨气的要关车门 贺征脸色沉了沉 扣着我拉到身前 即是报复性的狠狠亲了一口 亲完了 也不等我收点利息 他就把车门一关 车行渐远 我一直没回头 不知道贺征走没走 总会再见的 我如此坚信 离开的时候 现实淡淡和他保证 一得空就去看他 回来后忙起来 连多打一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负训负训负训 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 仅有的联系 也不过是在夜深人静的舞蹈室 我泪看躺在地上 翻出手机给他打去一通电话 听他的呼吸声轻轻入耳 和他说枯燥无味的负训日常 贺征居多时候在听 打火机响起 静静抽着烟听我戏声撒娇 每次要结束通话 我都会吊耳郎当问 想我了吗 这话意 是没那么正经的 贺征咬着烟笑而不语 低沉的小声 喝着电音震荡入耳 在夜里搅弄着人心 我想 是我想他了 二十七 五月初 我成功面试圈内顶级导演 新排古典舞首席舞者 王若尔对我的状态十分满意 虽然不是独舞 但这场演出含金量高 作为你付出第一仗 最好不过 我是以为然 一个阔别舞台两年之久的舞者 有之优待 遗数不易 首演的时间定在七月底 我愁愁好长时间 最终还是决定回家一趟 自出事后 我就再也没能回来 当时葬礼上 母亲豪哭着 边骂边打 把我赶出家门 她说 林建叔 这辈子我都不想见到你 一辈子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她早早做出和我恩断义绝的决心 伤心吧 是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在想 既然她这么恨我 那我就如她的愿 从这个世界消失 免得再相遇 助理送我回家的路上 她瞧出我的情绪不对 宽慰我道 见叔姐 没事的 天下哪有父母会真的恨自己孩子 再说了 已经失去一个孩子 他们总不希望再毁了另一个 我看着窗外 唇边一丝苦笑 在这世上 许多事都能说出个道理 唯有感情 通常会一夜账目 没道理 没理智可讲 譬如此刻 我站在家门前 无论敲多少次门 始终无人回应 家里是有人的 我听见我爸小声说话 大抵是归劝我母亲的话 但换来的 是茶几重重的一声脆响 屋内安静了下来 助理尴尬地看着我 我平静地笑了笑 站了许久 我把礼物规整放在门边 走吧 他们不会原谅我 我们刚走到院子 身后的门突然就开了 紧接着 礼物一件件砸到我脚边 我母亲依旧撕心裂肺 滚 你这 我爸没敢阻拦 门碰得又关上了 我爸追出来 一脸难色 叔叔 你妈就这样 别怪他 我张口要说话 喉咙干涩难以出声 你付出的事我们早就知道了 他叹了一声 原谅爸妈不能到场 毕竟 你还有跳舞的机会 你妹妹 她的眼睛红了红 停住了 爸 是我的错 我低下头盯着脚尖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手足无措 叔叔 别这么说 那是一场意外 只是我们心里头啊 他们过不去 我知道 回去吧 好好准备 他拍了拍我的肩 不用管我们 去走自己的路 时间会让所有事都过去的 他转身回去 门缓缓打开和尚 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 健叔姐 助理要说什么 又欲言又止 我摇摇头 我没事 在舞蹈室挥汗淋漓数小时 我终于靠着墙壁坐下 分不清脸上躺过的是汗水还是眼泪 特别想和贺征说说话 但电话打过去 他那边似乎在忙 信号也不大好 我握着手机听着里面的杂乱声 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 最终我只忍着哽咽 轻轻和他说 贺征 我想你了 二十八 大剧院首演当晚 王若尔叮嘱 来了不少记者 结束后别急着走 我没作声 盯着手机等贺征的电话 临上台 他还是一点馅都没有 臭男人 肯定失望了 连一声祝贺都没有 我挺矫情地对着手机生闷气 刚准备给他打过去 身后工作人员提醒 老师准备开始了 好 我连忙丢下手机 以最快的速度调整好状态 台下 我可以是贺征的脸人 但在台上 我只能是零件书 舞台灯光流转 水秀起落 台下掌声雷动 时隔两年多 我又回到了我所热爱的领域 在掌声和鲜花簇拥的路上 一往而前 在王若尔的安排下 我在后台接受了记者采访 离场时 以及午夜 我看着手机往电梯里走 左翻又翻 愣是没见贺征的来电和信息 热恋中的人总难免被爱人的忽略牵动心绪 我逼着气要把电话拨过去 王若尔带笑的声音传来 抬头 我条件反射地随着他的话抬起头 视线立马就凝住了 地下停车场空旷 灯光昏昏沉沉 十几米外停在暗处的一辆越野车 窗户敞开 贺征一只手搭在车窗外 指尖白烟浮沉 听到这边的动静 他侧过脸 轻迷起眼望过来 慵懒劲十足 我又惊又喜 非不想让他嘚瑟 冷冷淡淡地低下头继续看手机 王若尔好心地替贺征说话 人早就来了 这不怕你分心吗 看完演出就在这等着了 分什么心 你们对我这么没有信心 我冷笑 后知后觉地问 你们什么时候勾搭上了 王若尔黑黑一笑 男人之间的是你少管 他指了指贺征 你跟他走 我撤了 说完 人上了车直接溜了 贺征下了车 插着都已在车旁 就看着我 没完我这来的意思 我磨磨蹭蹭地一过去 不屑地翻白眼 红小女孩儿呢 她突然出现 我自然是满心欢喜 但她让我白忐忑了一晚上 也不能轻扰了她 不想见我 贺征逗小孩子似的皮笑 那我走了 坐视转身 真就要开门上车 贺征 我咬牙切齿 贺征没绷住 低笑一声 转身大跨步过来 捞起我抱到身上 再怎么做 一触到她 感知到她的温度 我再也端不住 仰头去亲人 却被她反按在车身上 唇齿相抵撕磨 我喘不过气 指尖抵着她的胸口往后推 佯装抱怨 胡叉扎人 贺征摸了摸下巴 挺健的来一句 你不是喜欢这样 我羞耻难当 她偏要逗人 气心拂过耳畔 上车去 二十九 我心口发热 意乱情迷的嗡了声 然后 就被她塞进了副驾驶座 她替我系上安全带 勾着唇坏笑 你在想什么 反应过来被她耍了 我恼羞沉默地在她手臂上抓了一把 贺征不痛不痒 绕到驾驶座上车 在她发动车子的单口 我问 这次回来多久 贺征闻言 又熄了火 从置物台上拿起烟 就着打火机吸燃 含着烟瓣上不说话 我有个预感 贺征做了很重要的决定 她深吸了口烟 低声回 不走了 我愣了愣 听她说 我打了申请 回调到本市的基层工作 最迟年底就可以报到 车窗开着 空调凉风混着外面的热浪 起起袭来 我一度肩默 不是不高兴 但总觉得心里不得进 从一开始 我就没想过让她放弃什么来迁就我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胡乱地问 你走了 杨杨他们怎么办 贺征伸手到窗外打了胆烟灰 这些年他们承转很快 没有我也行 那你弟弟呢 不找了 这问题触到贺征 她凝着生疼的烟雾沉默 而后人往后靠 笑一晦涩 可能我妈说的对 她就是出去玩 在外面玩卷了 自己就回来了 她找了六年多 翻遍了偌大的山斗 咬无音信 大家都清楚 再找下去 同样没结果 所以她家里人才三番四次 劝她放弃 对她的心情 我是能感同身受的 但安慰的话 就免说了 谁的心里都有一面坚硬的壁垒 总有一天 爱人会以最温情的姿态融化她 时间和爱 才是良药 我可以去淡化这沉闷的气氛 凑近她的脸条笑道 你这么好 我该怎么报答你 贺征垂眼 捏着我的下巴拇指轻轻摸缩 那就一身相许吧 好啊 我仰着头看她 弯了眉眼 没料到我这么痛快 贺征反而正了正 漆黑的谋臣称国这人 不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 我拿下她的手合入掌心 矫情的话说完 我就憋不住坏了 不着调地问 不如我们还是考虑一下 今晚去你家还是我家 贺征舔着唇角要笑不笑 警告 认真点 她叫这件要个答案 我的心被触动 贺征傻啊 她都不知道 我多幸运才能遇上她 为此 我一生都感激这份遇见 并心怀滚烫爱意 我虔诚地盯着她的眼睛 坚定生生 贺征 只要是你 我永远不会犹豫 你